這個網站,開展到現在多久的時間? 這個之前我們是要做一個所謂的形象的訊號 這個就是要特別登記入口強調 像我們那一看嘛,張維榮、張清明這邊 大家也了解很多信念,因我們智慧黃源這邊唯利好的 原本的網站,那之後的網站,它功能上有什麼差異? 在功能上的差異就是很大 那像剛才我們學生這邊講的就是 那一開始接觸這個網站,其實就是比較傳統的一般的網站 它叫電子行入,電子行入 電子行入也是叫我們弟弟把來訂做網 然後把握功效,把握功效,把握功效,做點簽 然後把握功效,把握功效,把握功效,把握功效的 那把握功效,就是行入的部分 但我們這個網站叫電子行入,我們問個電子,不用把它譯化 所以透過一張電子行入網站,它存在內容的產品,的服務 可是呢,消費者11小時沒辦法,這個網站 所以我們想要夠,這個就預網,就買了這個預網 那你不至於當時,那種叫做萬年網站吧 還可以關心嗎?那時候 嗯,可能我認識就是,還可以關心 還是可以關心 還是可以關心